財資大道 林潔盈、何文堅 好了,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關乎區議會去留的地區行政檢討 現在已經進入尾聲 特首李家超昨天都說 早次表示區議會作為地區行政和諮詢的重要部分 仍然都值得保留 至於怎樣保留、細節是怎樣 他們就說會盡快公佈 就主要這個話題,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香港邁進研究所總監宋立功博士和我們談談 早安,宋博士 早安 其實香港行政的地方行政 其實不是八多年有區議會 早於區議會 一百年前已經有市政局 後來是區域市政局 究竟一路走來的地方行政 區議會的角色是怎樣的 其實區議會的角色就是反映地區的民意 因為地區都很多牽涉到衛生、交通運輸、長者服務等等 民心議題這些全部都是 這個民意的反映很重要 如果民意不掌握 無論是施政可能都是寸步難行的 另外當然是服務市民 其實是兩大的職能 那服務的範圍 所以如果你看回基本法第97條 當然包括了一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等 所以區議會的功能來講 都是很明顯的 只不過回歸之後 就是要處理好一個所謂非政權性的組織 以前兩個市政局來講 就是一個政權性的組織 因為第一 就有兩個議會 民選 然後就有市政處服務兩個市政局的 他們還有財政的 透過差響的收入 所以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政權性的組織 回歸之後 就逐步取締了這個政權性組織 就變成吸納民意和服務市民的一個區議會 今次特首李家超就講到 希望新一屆的區議會 就不要說好像上一屆19年選舉 就政治化 所謂政治化 那應該定義是甚麼意思呢 在地區的層面 為何19年的政治化 會氾濫得那麼厲害呢 這個當然就跟那個社會運動 就是反修這個社會運動 那個氣勢一路向前 就要有多少是跟政府是對抗 甚至是要奪取那個政權 35加那個計劃 那麼反映到在區議會當中 那麼當然就激進的地區的人士來講 特別是年輕人就積極參與 那就導致整個區議會 就變成了非常政治化 不過就民意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的組成部分 是吧 那麼孫中山都講了 眾人之事就是政治 那怎麽個今時今日呢 就是政治的定義就是說 由政府去處理好利益的分配 那麼利益的分配 當然落到地區當中來講 都有很多的看法是吧 你舊區的重建啊 長者的服務啊 政府的資源怎麼去調搏呢 全部都是牽涉一定的那個民意 其實本身是一定的政治性的 那只不過呢 政府就希望呢 這些泰國激進的那個意見來講呢 就不會引起呢 另一波的那個呢 那個呢是社會運動 政府是擔心這一點 所以政治呢 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比較關心呢 就是說如果你說從軍行參與的角度來講呢 就當然也都不是壞事 過去呢委任的人呢 委任的議員呢都是一些專業的人士 比如說會計師啊 建築師啊等等 那對於地區的服務呢 是有那個奉獻的 那只不過呢 如果呢 就是 新一屆 即第七屆的區議會呢 就是大幅調低那個民選的議席的話呢 那將來服務市民呢 可能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 會出現問題的 因為過去都知道呢 那很多委任的區議員 或者現在所謂的間選那些呢 他們未必那麼熟悉 當區那個的居民那些的問題 或者那個網絡他們其實是未必掌握的 那一下子呢 就是換了那麼多呢 不是民選成份的呢 那他們在提供服務方面呢 會不會就是出現很多的問題呢 畢竟你要聯繫當區的居民呢 要大量的功夫呢 要學會怎麼去做的 那這個過程呢 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那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說 我不反對呢 就是委任一些專業人士的 但是如果 就是民選成份的區議員呢 大幅壓低到三分一以下 或者甚至呢 是兩成左右的話呢 那我就擔心呢 就當區的服務呢 可能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因為可能的 說說地方直選的議席 如果總數都是四百多個區議員 那你減少直選 即是說 意味著那些選區會拉大了 就不是現在說兩萬人一個選區 可能變成五六萬人一個選區 直選那些區議員 那那個資源如果都是一樣的 跟其他委任議員一樣 那麼多資源的話 似乎真的是不是會很吃力呢 就是你要經營一個六萬人 或者八萬人的人口的一個選區 其實就是在海外的經驗 都要靠政黨政治才能營運到的 那麼香港現在的狀況下 是不是可以處理到大選區的一些區域呢 那麼這個有趣的呢 就是政府一直都沒有公佈 他那個新的那個構思 但是又很強調的關愛隊 那麼我相信呢 政府就是想透過十八區 建制的關愛隊來講 就是搶佔很多 就是當區的服務 可以做的 那麼以便身的區議會 組成的時候來講呢 這些關愛隊可以和建制的 就是區議員來講 委任也好 民選也好 可以組成一個強大的網絡 那麼就保證地區的事務 不會出太大的問題 也都保證地區的那個民意來講呢 可以透過這些關愛隊的那個的吸納 就向政府反映 那麼我想是有一個這樣的構思的 因為你看一下李特首 就是昨天主動那個披露呢 有幾個原則的嘛 一個就是去政治化啦 剛才我們討論到 那麼第二呢 就是要愛國者治港 那麼這個肯定就是建制派 那麼第三來講呢 就是行政主導嘛 那麼關愛隊其實就是行政主導的一個組成部分 由這個民政局去組織的 去安排的去資助的這樣 那麼所以就我相信政府那個想法就是說 有了關愛隊配合建制派 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替代到呢 你自己覺得 跟現在現有的制度方面去比較 特別是現在講的話 如果委任制方面是多了的話 那麼其實會不會令到整個制度 有一些倒退的成份呢 委任的議員 因為其實他未必這麼了解當區的事務 也都可能會搞理性一些 也都失去了 就是跟居民那個直接的溝通的情況 你自己怎麼看呢 現在呢 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私人屋苑 屋邨那個的管理 很多這些呢 就是法團的組織呢 裡面很多中產的人士呢 都是對 就是政府有很多的意見的 那麼他們呢 就當然希望呢 是透過地區的民選 能夠是反映到出來 那麼這一部分呢 就是私人屋苑那方面的意見呢 就我相信呢 就對於政府如果是壓低了那個民選成份呢 應該是有很多的不滿 特別很多就是私人屋苑那些遺標的問題呢 就是真的可能會引起很大的那個衝突 所以行政主導呢 就看了政府 就是民政 就是民清局這一方面呢 就地區民政專員 他們那個功夫都不到家了 他們是不是主動積極呢 是去了解 就是私人屋苑很多的意見 現在我知道 很多私人屋苑開會來講呢 就算是 就是 所謂理診官員 就是那些 聯絡主任 其實那些功夫呢 都是很弱的 可有可無的 那就產生了很多屋邨的管理的問題 那這些如果適類起上來的話 就可能在那個 就是社會方面來講 可能會 到了一定時間 就會有些問題就出現了 素納公博士 真是觸著痛處 其實 在民生方面 政府有時候 就下放得太過 無謂而至的 真的 你好像屋苑管理 其實是很多爭議不同的問題 但是 民政署很多時候 只是擔當一個 關於建築物管理條例 三四四章 運作的一些諮詢的角色 提醒你 哪條條例 要什麼時候開會 但是你下去具體 其實是很多爭執 很多一些紛爭 其實原本疏理 就是 可能區議員會幫忙 當然 屋苑組織 自己又要去 自己排解一些不同意見 但是日後 屋苑裏面 很多這些商場 都是那些發展商 控制住的 對於很多屋苑的住客 來說 在那些管理費的收費方面 他們會覺得很不公平 甚至在裏面 一些規條方面 要修改 都不是那麼容易 變了 民政署 在這方面來說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們是否能夠擔當得起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 日後這些問題 由什麼人士去擔當 經常都說區議員 很划算 因為幫助政府和民間 做了橋樑 未來的角色會不會轉變 角色的轉變就是必然的了 問題就是你在行政主導之下 政府應該的官員 例如民政局 這些就要擔當更多的 包括民政局 是否能夠統籌協助到地區的工作 例如運輸署 衛生署 在地區都有很多的角色 那民政局 是否能夠協調得到呢 夠不夠這個影響力呢 這個就要問一下麥美娟局長 現在民政局長很忙 很多事要做 大灣區青年又關他事 青年工作都簽了很大部分 國民教育又關他事 很厲害 是的 即那個角色和功能 好像一個公共行政角度 大幅膨脹 民政局 今一屆真的很辛苦 但是區議會 這個就等待政府 再有具體的諮詢 但是在社區上面 大家都很關注 其中 會議會就全面取消了之後 會子 丟空了 現在就說 部分可能會給關內隊的中標機構 可以用來做一些辦公室 租給他們 這些都善用資源 是不是 宋教授 是啊 那你那些收回來的空間 當然是會給關內隊 不過地區服務來說 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比如舉個例子 你只是那些流水的問題來說 就是最困擾區議員的 一流水的話 電話打進去 區議員就立刻來處理 那你流水的問題 最後就去到屋宇署那裡 但是那個過程就很繁瑣的 那就是這些問題來說 如果你不了解當區 哪一些部門去處理的 甚至你不知道那個程序的話 引起居民的反感和衝突來說 其實都挺厲害的 另外來講 那個衛生問題都是很多的 後巷 特別是舊區那裡來講 那些水積蚊蟲 現在捉老鼠幾好啊 聽說 但是蚊蚊的問題 現在開始 蚊蚊 變得挺豐生 問問問多厲害 對呀 厲害的 所以這方面 都其實很多事情要處理 關於民生的問題 如果是純爭 可以宋教授這樣講 有時候不是每每次都是法律的 出罰單也好 漏水再或者民視都很慘 調解一下都可以的 有個宋議員在 給一下面子 如果不是 管理員來到 門都不開給你 你怎麼去談的 樓上樓下 宋議員來到 給一下面子 開一下門 大家坐下喝茶,談一談,我敵都很重要 大家在樓上樓下想想,和充共濟,中國人其實就很有智慧 今早我們跟宋立功談到這段時間,謝謝你的分析 大家坐下吧,謝謝你,謝謝你 謝謝你,謝謝你